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1月14日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市第三届市长选举公办电视证件辩论会 13号晚间登场 寻求连任的台中市长林佳龙 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同台辩论 两人针对空污经济议题交锋 而另一位无党籍的宋元通则是主张新建海底隧道 还自称川普没有我不会赢 而特别的政见格外引人注目 台中市作为台湾第二大的都市 台湾市长选举公办电视证件辩论 林佳龙一袭西装首先发言 细数四年来对台中的建设 包含台中人口要居全国第二大城 招商引资全国第一 绿柳川整治 举办台中花博让世界看见台中的骄傲 我呢好不容易争取到担任市长 那我还需要在四年可以让台中奠定 未来百年发展的基础 我很珍惜每一天 所以在我连任之后的四年内 我每一天都会为台中来努力 让台中一天比一天更好 随后增长的国民党卢秀燕提出经济问题说 他批评台中平均薪资在六度之末 也惊咬海水采矿案 要林佳龙交代清楚 另外卢秀燕也针对空污问题指出 台中市最近空气品质一直不佳 但执政当局却对空污轻描淡写 美化数字如何整治 我觉得有点可惜 林市长没有把握机会 向市民朋友们来说清楚 因为尤其像经济 台中的低薪是六度最后一名 那我们的劳工 我们的劳工朋友这么辛苦 那空气这么严重 到这个礼拜还在报当中 那我觉得林市长很可惜 失去这个向市民朋友们说明 未来四年他过去四年已经错过了 然后未来四年他要怎么来治理 我觉得有点可惜 相对于林佳龙跟卢秀燕的互不详让 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宋元通 则是主张两岸新建海底隧道 政建格外引人注目 台海高铁大隧道 从厦门通台中 台中得天独厚 通南通北通花中 加上台中港青全纲 陆海峰全面大三通 任督二脉全打通 要不发都难 卢秀燕狂打经济牌 林佳龙大秀正姬 宋元通则是自由主张 三位候选人隔空交火 也让这场台中市长选举 更加紧绷激烈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高天的